王维正在基辛格美中研究所5月23号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指出 过去8年来,马英九政府的不同不独不武政策 让台海紧张得到缓解 这种做法虽然受到美国的欢迎 但美台关系也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彼此的低维修关系也表示对另一方没有过多的期望 如今随着民进党上台 双方的关系可能不同 是否发生摩擦令人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当美台国安高层团队6月举行会谈时 新政府与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 是否能坦诚地讨论台湾的需求 以及在应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外交压力时 台湾希望得到美国何种支援等问题 此外这些讨论是否导致美国与台湾这两个盟友间 出现过去八年不曾有过的摩擦 也是一件令人关注的事 无论如何 王维正认为未来几个月 美国与台湾新政府的对话都会与过去八年不同 而这个对话的内容涉及澳巴马政府 亚太再平衡的未来 台湾在其中的角色 以及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等 不过王维正有关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 扮演何种角色的说法 引起同场讨论的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俭的疑虑 他认为如果涉及美台军事同盟的概念 必定会引发中国的反应 台海危机也会再度发生 只要一提到台湾的军事能力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有某种角色 你就是在重新启动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同盟的概念 你提到台湾是美国的盟友 但是台湾并非美国的盟友 台湾和美国没有军事条约关系 那个条约关系在1979年已经终止了 如果我们朝那个方向发展 我可以预测的是台海必定会有危机 就在蔡英文政府上任前几天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7年国防授权法 其中包含多项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 例如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美国主办的 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等 对此台湾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冯士宽 23号在立法院表示 台湾希望受邀也将积极准备参与 针对美国国会支持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问题 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在24号答复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势的 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成方 长晓任玉扬的报道 的科目 人认为 人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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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厚